12月18号上午,王力宏首次现身北京机场,这也是他在前期李亮磊发文长文控诉后的首次现身 曝光的画面中,王力宏包裹颜世,戴着口罩,穿着黑色的羽绒服,整个人看起来潮泛十足 面对广大网友,王力宏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错,反而是热情的挥手打招呼,单手插兜,丝毫没有毁过之心 不知道接下来,王力宏将会对此事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17号晚,李亮磊的毁灭性发文,揭开了两人离婚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外界猜想的那样与婆媳有关,反而是王力宏的妈妈也被其利用 因为有了新欢,坦言并不想让新欢没有名分,所以提出离婚 不过这个行为还不是最渣的行为,李亮磊在长文中还提到了长期遭到冷暴力 沦为生育机器,每次要钱都会遭到白眼,出轨人妻,女生,以及嫖娼等等 总之每一样拿出来都足够让粉丝震惊 王力宏一夜之间,由优质男偶像变为世纪渣男 而且还是那种千夫所指的渣男 李亮磊的长文对王力宏的事业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18号凌晨,英菲尼迪首先发布公告与王力宏解除合作关系 随后,读书狼也发布声明解除 后者的反应属于正常,英菲尼迪的反应则被网友盛赞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两方合作不过两天的时间 这般速度,看来官方对这样的行为是严厉禁止的 很多人可能觉得该汽车品牌会遭受损失 其实不然,英菲尼迪不但可以索赔,而且还不用给钱 另外,前前后后两拨流量都给了该车企 可以说,英菲尼迪是最大的赢家 除了这两家先后官宣之外 某平台上的龙的传人这个品牌的衣服也惨遭下架 反应速度也是十分迅速 照这样速度发展下去 王力宏凉凉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问题可能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伴随事件的持续热议 很多明星艺人纷纷出来吃瓜 有网友发现张泽天等名人也出来点赞 另外周杰伦更是亲自下线取官王力宏 如此种种,王力宏消失在娱乐圈是迟早的事情